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吹直接被单杀了 完了 中路那个又要搞气氛了 等一下会去追他 我有看过这个剧本 我发现国富有超多人不会玩星爵的 看到一堆人玩星爵我都快吐血了 你知道吗 这么强的一个角色给我玩他那个样子 真的是兔贤 被我都乱出装 真的是完全的乱出装 你吃我野怪喔 这就是你的战术喔 是这样吗 喔 原来如此喔 这就是你浣熊的战术喔 他想都没想欸 直接开刷我的野欸 问都不问的那种欸 那没关系啊 要这样搞 要搞气氛是不是 那我推中路啊 我看到他在那边我直接连野区都懒得去欸 烂熊打换线原来是为了压榨打野喔 那怎么不去死一死啊 真的没见过这种玩家欸 我前期要带节奏的 他吃我精进 那星爵直接飞掉算了吧 前面连自己的野怪经济都不能稳定啊 真的是白木欸 准备集合 进攻敌方格鲁克 这有火通其实是你自找的 不可以集合 哈哈哈哈 英雄英雄SK-8 英雄S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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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又不太需要什麼操作 反正像這個 這個就不知道來幹嘛 找死 他難以被針對 這隻是一個極度做壞的角色 你們不會玩是因為你們出錯裝了 你知道嗎 你們撐線的人 我都在用預設出裝 你用那種預設出裝 怎麼可能打得好啊 你知道嗎 太多人真的是不會玩 這隻就是一個白癡角 講男精靈就是一個白癡角 隨便玩隨便搶的角色 拿了就不知道怎麼輸的 連隊友在那邊坑我吃我的錢 我還是要帶節奏 有沒有 一個彈夾就可以秒一個後排 這種角色怎麼可能會爛 不是我在 囉嗦你知道嗎 真的你不能因為自己不會玩 就認為這隻角色沒有用 崔哥被嘴了 人家就不會玩勇度喔 幹嘛這樣子 崔哥是man打野的啊 他那個打野又不是很會打 崔哥在吵架搞氣氛了 這隻角色就不能放啊 結果咧 我剛剛上一場幫隊友搶 就隊友打那個什麼水平 完全照預設出裝啊 我真的是差點把晚撐吐出來了 醜哭了我 你知道嗎 你看這隻 有手就會玩的角色 我問你這隻有什麼難度 是不是有手就會玩 你看我這樣子打 你只要先搞定好出裝 這隻角色根本沒難度好不好 還是我們要再附贈一個解說 打射手應該出什麼裝 你看這射手就一直壓榨我 他打上路是為了壓榨我 因為他打下路就沒時間壓榨了 看到星爵出了 你看很多那個國際服來的玩家 第一個先買的就是這一隻喔 趕緊就先買了 好爬分啊 隨便打隨便虐啊 都可以踩到人家頭上跳舞了 你知道嗎 這隻就太難被針對了 這隻就太難被針對了 直接爆主堡啊 也可以啦 不過我喜歡打穩一點 遊戲 還沒結束 敵風英雄被擊敗 國風英雄被擊敗 國風英雄被擊敗 移動爆火感 被擊敗 這隻真的有手就能玩啊 大家不要去相信那些負面評論好不好 會去評價星爵是糞腳的 他一定沒有來國際服打過好不好 這一隻在國際服即使是現在 群魔亂舞的時代 仍然是要搶 要BAN的 知道嗎 他現在剛好又登 登錄在這個 角色這麼少的環境裡 他自然是無敵的啊 他真的很無敵啊 就連暗夜 你碰到一個跟你平經濟的星爵 你也拿他沒轍好不好 你只能跟他拼前期 想辦法趕快把他打崩 不然你到了中後期 心爵一個彈夾 把一整個彈夾打在你身上 你也hold不住啊 我們這邊就來補充一下好不好 到底射手該怎麼出裝 不要再出玉射出裝了 拜託 打野就長這樣嘛 打野就這樣出裝 你還可以加加節儉做點變化 但我就是大概喜歡這樣子出 那線上的話 第一件一定是先上泳夜主宰 你主宰跟雙刀完之後 接著就做女武神常攻去補攻速 還有他的這個被動的效果 子彈也是吃得到的 雖然吃到的比例沒那麼高 這隻攻速追求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 那後面這兩件你想怎麼出 就都可以了說真的 那有些人會想要塞風暴戰斧 但是這樣冷卻會溢出 所以有些人會喜歡帶攻速鞋 也是可以啊 甚至有些人只帶移速鞋 他只出移速鞋 然後後面再把鞋子 因為星爵是可以脫鞋的人 他不一定需要去做鞋子 所以有些人只做移速鞋 然後後面又再補一個風暴戰斧 把你的冷卻拉滿 那也是可以啊 這隻出裝就蠻活的 如果你想要這樣子出 你就可以先帶個攻速鞋頂一下 不然呢就是先帶搖側鞋 因為便宜又好用 那後面想要來點高爆發呢 你就直接來個永恆之槍 點人點到痛死 然後再補個腰帶 那種高機動型的角色 刺客啊或者是星爵這種的 星爵我們也不會把他當射手 他其實是個刺客 為什麼都很喜歡出眉睛腰帶 是因為拖戰馬上就會回血 所以在轉線的時候呢 就可以繼續維持你的高血量 繼續轉線 所以大致上出裝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後面鞋子就可以脫掉了 脫掉你要再塞個風暴戰斧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塞聖劍也可以 了不起 你想塞個雷神之鎚都沒有人會說你 但千萬不要照預設出裝啊 那預設出裝真的是看到快吐血了 什麼都好不要預設就好 那兩件事就要這樣 這個是太陽心的